你担心我 不 你再担心我 你干什么 你担心我 我自问我这一生 从未对人用过如此心思 你要是吧 我狠不得都捧到你面前来 我带你如何 我以为你是清楚的 那个枪差点要了你的命 也差点要了我的命 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 只要你还活着 你就得是我的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我想和你重新开始 和从前一样好 比以前更好 可是这枚戒指 是我特意定做的 对我来说 它就是我今生的唯一 我不爱你 我更不能和你走 你不爱我 你仍旧只对我说这么一句 我听说你要结婚 我都发了疯一样的到处找你 我活出我这条命不管 我活出前线水深火热的战士不管 活着半边江山不管 你就只对我说出这么一句话 是的 我不爱你 众将领在军营指挥部守了一天 迟迟不见四少踪影 大家都很担心 战事如此紧急 大家心机如焚 这也是必然的 程大夫 你看 要不要去通报四少一声 既然来了 就让他们俩多待一会儿 多说话话 好 沈副官 都布置好了吗 布置好了 大家都小心一点啊 这水泻方圆五里地 任何路口都要派人把守 不得有任何一处疏漏 是 那上面派几个人 时刻注意山下动向 是 放心吧 佩玲既然来了 就一定有几分把握 话是这么说 可我这儿啊 可不敢有半点闪失 此次深入乌池 就好像是光脚汤钉子 我想都不敢想 疾病安全回去了 恐怕日后想起今日 都会觉得有些后怕 佩玲既然天象 不会有事的 程大夫 说句实话 我跟着四少这么多年了 还从未见她 对哪个女子如此痴情 眼下战事这么紧张 她却抛开部队 来到这个最危险的地方 只为了 看她一眼 我倒是觉得 这才是佩玲的真性情 也只有她 才能这样不顾一切的 来见一个人 她还能这样 倒还真是 尹小姐的功劳 天黑下来 我就要走了 这么几个小时 你能不能陪陪我 我要回家了 你有大半辈子时间 陪着佳人 这么一点点时间 都不肯陪我 只得一会儿 好看吗 像绣了花的盆口一样 我不带这花 我不喜欢 你是怕白色花不吉利 四少 我都不机会 你都比我还封建